那這個地方他們現在就是跟台北市政文化局 用這個老房子運動嘛 以修代租的方式 算是一種創新的都市再生的一種方式 把它沉出下來 然後他們很認真的去修這個房子 待會那個可能最後再給水平子水老師再講一下 外觀一些建築歷史的一個特色 但我說他們非常認真是 大家注意外面的那個磁磚 他們還跑到哪裡 去找一下燒出同樣的磁磚 裡面現在做什麼樣的使用 我們請現在的這個洪先生來幫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好 各位大家好 那個我先澄清一下 這棟不是我去申請的 我只是帶為簡報而已 我們的那個大房東叫曾世剛曾先生 然後那邊有一位女生拿著手機往上台的 他也是他的夥伴 他叫李欣 他是很厲害的藝術家 那他目前的工作室也在二樓 那剛剛已經大概也介紹過這個外觀 跟這個修復的狀況 那當初那個磁磚去找 因為他已經是絕版的東西了 所以也是跟藝術家 跟我們的大房東曾先生 他們很用心去找這個 特別找廠商去做婦科 不然現在外面已經買不到了 所以他們對這古蹟其實是復原的非常的用心 那現在大家看到一樓這邊 一樓這邊的使用狀況 目前